这个星期就是母亲节了 花莲师的幼儿园 为了让小朋友们能够表达对母亲的感谢 特别举办了首作DIY课程 让小朋友们发挥创意 把感恩化成精美小物 在母亲节中可以温暖妈妈的心 小朋友们拿着干燥花发挥创意 黏在阔香时尚 这么费尽苦心 就是希望可以给妈妈一个特别的母亲节礼物 母亲节 母亲节 那你想要送给妈妈 再过几天就是母亲节了 花莲师的幼儿园 特别开办精美小物手作课程 市长沃佳贤特别到场 和小朋友们一起体验手作乐趣 跟着老师的指导 一一的把石膏粉和水来混合 再慢慢倒入模具当中 凝固之后就完成一颗 时下最流行的扩香石 那我想手有温度 心有温度 水有温度 透过手心做出来的东西 献给自己最爱的母亲 我想这样子会特别特别的 能够把自己的心意传达给家人 那也希望孩子在手作的过程里面 培养出自己的一个兴趣 也能够跟家人会有非常浓密的一个感情 那过去很多的母亲节礼物 也许是用购买的 但是我们幼儿园的孩子都用手作的 那我相信意义绝对是不一样的 那希望未来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走出自己的未来 到了小学以后也能够让自己的兴趣能够发展出来 除了扩香石之外 小朋友们也发挥创意 自己设计干燥花束并摆放年载扩香石上 让这份母亲节礼物的质感加分不少 市长温家贤也提醒小朋友 对妈妈的关怀不只是一年一度母亲节 应该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才是真正孝顺的表现 就学历琴华联时报道